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第一天然后去测量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各方面的指标 然后令我非常崩溃并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原来我是一个胖子测量出我的体质现在是21% 在测量的过程中我记录了一下我最初的状态 然后一遍之后做一个比较 哎 想不到原来我是一个胖子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的体质还是比较低的啊 原来只不过是我之前测量方法或者是什么的方式 有问题 看身上肉嘟嘟的 不过这也是我之前连续两三个月都在增机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借口 所以现在短期目标是先把体质降到15% 然后再开始增机 反正记录下来的话自己才会每天有感觉 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可以看变化跟最初的比较 然后如果有对训练和后续感兴趣的小伙伴的话 我会继续更新的 谢谢大家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 也将来 realise 所以这就是